来到HOMEWORKS 7,我们开始寫第一个Android App 首先,我们先进入App Inventor的网址 然后来到这里,这个是Project My Project的位置 我们在这里可以管理我们开过不同的Project 我们现在开一个新的Project 这次我们还用HOMEWORKS 7,按HOMEWORKS 07 例如3CE40,再打回 它有限制,只允许英文字母和数字 所有符号和底线都不可以 所以只允许3CE40 进入这个Project 里面 当然,这个很明显就是电话的样子 这个就是我们开始寫Apps的地方 我们说Apps分了两个很重要的部分 第一个就是左手边的按钮 我们现在就在Designer 其实就是一个User Interface 简单来说就是你看到的东西 例如我开了Apps 我应该看到除了白色一片之外 可能会有一些按钮 可能有些字和公仔 全部都在这里设计 例如你想要什么 我想要一个按钮 或者想要一些字的 全部在左手边直接拉过去就可以了 今次我们主要在三个东西 Button 即是有一个按钮 一个Label Label 纯粹是显示文字 Label 和Text Box 是很相似的 不过Text Box 做的东西就是有个位置 给你打字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一个给你打字的地方 是你打字给电脑 一个input的地方 而Label 是电脑 可以显示一些字 是一个output的地方 当然 按钮按钮 应该是属于input 每一件的物件 左手边都有两件东西 第一件就是 在视频上面究竟有多少件物件 以及这件物件 实际上它的名字叫什么名字 这个名字和上面显示的字是不同的 因为稍后我们会用到这个名字 去做一些不同的动作 上面可以显示不同的字 或者可以不显示字 例如Text Box 或者甚至显示图片 上面显示的东西 例如字体大小 显示什么字 在左手边Pupties 例如我想字大一点 在文字内的字 就是在文字体大一点 例如字体大一点 例如它不叫text forbutton1 就是click me 它自动变成文字 其实所有物件介绍 你可以在书中的第14页 可以看到不同的物件介绍 Apps除了很多東西讓你看到之外 當然你期望,例如我打完字之後 我叫它按鈕,按鈕之後 我們期望電腦會幫助我們做些事情 例如我給它按鈕,按鈕之後會幫我計算 這個過程就叫做 command 的過程 我命令電腦做些事情 所以我們有另一樣東西叫做 command block 簡單來說就是我們叫電腦或教電腦去執行行動 這裡有很多不同的 command block 例如有很多brew in 的 command block 即是原本已經在 按鈕的時候它會顯示給你看 例如 control 或控制電腦去做些事情 你見到 do 字就代表它要做些事情 例如有些 logic 的 有些叫你計算的 例如叫你計算加減乘除、齒方 或者是一些跟文字有關、顏色有關的 這些叫做 build in 的 block 又或者剛才我們在interface 即是Designer 中 我們加了很多不同的東西 我們加了一個按鈕 我們期望按鈕之後 電腦會做些事情給我 有些 interaction 這些就是根據你剛才的物件 每件物件都有不同的功能 例如我期望它按鈕之後 例如剛才的名字就是現在用的 你可以改成不同的名字 即是上面有不同的字 但它的名字是不改變的 甚至你的按鈕上沒有字 你也要同步的電腦說回這個按鈕 是哪個按鈕 其實這就是我的名字的用途 例如去到 button 1 我們期望當我按鈕的時候 會發生什麼事情 你可以看回我想按鈕的時候 當我們按鈕的時候 當我們按鈕的時候 按鈕就是發生的事情 我們便叫電腦做些事情 例如我用這個 用的時候很簡單 拉它出來 就可以了 做些什麼呢 你可以在裡面放其他東西 例如其他事情 例如我想Label 1 Label 1就是這個東西 我想它轉一下字 可以在Label 1抽出來 這裡有一個很有趣的東西 就是你會發現 上面幾乎每一樣東西 都會出現兩字 例如我想轉Label 1 你可以轉它不同的東西 轉它的顏色、高度 我想轉它上面的字 就是Label 1裡面的Task 但有兩塊在Label 1裡面的Task 這兩塊是有分別的 你看到形狀也有分別的 待會自己想一下 為甚麼 上面的東西就是 我現在要看看Label 1裡面是甚麼字 這東西是一個 我唸一句 這個叫Get Function 我唸一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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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唸一句 我唸一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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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兩個的東西 我唸一句 是Get Function 這就是Set Function 我唸一句 你會發現這裡有缺口,像組裝一樣 現在我要設定Label 1的Task 變成某些字 你想想,這些字可能是跟Task Box 1有關 或者這次比較簡單 我要變成特定的字 我特定的字可以使用表現桌子 例如我要用某些字 第一個,我要變成某些字 然後變成Hello 所以這樣看的話 當我按Task button 1 按鈕 它就會幫我把Label 1 的Task 變成Hello 接著,我們先去Designer 這東西我們沒有用過 下面,先刪除它 按鈕在下面 按鈕在下面 先把它拉好,然後開始試 第一件事,當然要開啟電話 開啟電話 然後按啟電話 按啟電話 當啟電話 啟電話後,我們看到電話在上面 我們期望,按啟電話後 Label 1 的字會變成 試試吧,按啟電話 立即變成Hello Lo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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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Lola 0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